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苹果要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三星的策略 不过对宏达店来讲 官司落幕是超级大利多 总算可以在不受牵绊的状况之下 专心的研发 推出他们的心机来抢市场 宏达店接下来的展望 苹果打的又是什么样的如意算盘呢 我们要带你好好来了解 先来欢迎今天节目的来宾 风银头顾的研究部副总林恩辉 辉哥你好 志宇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还有我们接近一姐 赵静宇 静宇姐你好 志宇 辉哥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回突然间就宣布要和解了 哇 真的是一个震撼 但对宏达店来讲真是太棒了 这个宏达店跟苹果大和解 互想专利十年的时间 两年又八个月的专利缠送总算是落幕了 来看接下来的动作是双方会把所有的专利诉讼通通都撤销 然后还签订了十年的专利授权的契约 好 我们先请副总带我们来看一下 这回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互相和解 接下来呢 到底为什么苹果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对 这个是耐人寻味的 那基本上这一次和解的内容里面 什么专利授权或者是所谓的授权的内容保密 那其实我们不用管它什么内容 因为它就是你在路上看到手机上面 每个人都在那边滑来滑去 手指头在那边滑动的 那个大部分都是苹果的专利 那我们比较想探讨的是 苹果为什么要跟宏达店和解 对 我认为你要从一个角度去看 苹果怎么去看宏达店这家公司 基本上也许苹果公司认为说 这个宏达店算是个英雄 就好像三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曹操看刘备 也认为刘备是个英雄 但是是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英雄 所以曹操有好几次可以杀刘备 他都不杀刘备 所以才变成刘备到最后做大 然后三国的故事 其实后面才真正的精彩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其实跟我们以前国共内战的时候 国民党其实有好几次可以 把这个共产党整个殲灭掉 但是他也就是像你讲摸摸头 然后就算了 结果变成今天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这种 共产党专政的情况之下 类似啦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不见得很适合 Apple跟宏达店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认为苹果有一点点是这样看宏达店的 你是个英雄 你过去不管是你从威胜跟Intel 小虾米大战大鲸鱼 对不对 那你这一次又敢跟我这个苹果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跟我这个国际的诉讼这么久 是 OK 好 我看得起你 但是当然很多人讲说是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对不对 主要敌人是谁 三星 对 其实各位仔细去看三星从S2到S3 然后一直到最近的Nord2 对 我们仔细去看过了 我真的三星确实是一个可敬的敌人 那所以他真的是要联合宏达店去打他吗 我认为这个还言之过早 打三星是苹果自己的任务 那是责无庞贷的任务 那宏达店可以做什么 宏达店可以让Apple在中国渐渐感觉到压抑的一个中国市场 其实美国的市场三星也赢过Apple 各位要知道这个现象 那所以美国市场也输给三星 然后中国市场可能又落后三星一大段 那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认为库克可能在研究中国的兵法 各位可以好好这个想一下 以一致以来 因为宏达店到最后在试机这个部分 我认为它有一些技术是比苹果要好一些些 有它可以利用的地方 那如果说大陆的TD 我们要注意TD在未来这两三个月当中在出现的时候 可能以后对苹果在中国这个市场 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规格 是 是苹果不相容的一个规格 所以它准备用宏达店去打这个中国的市场 可能是这一次在背后很大的一个目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 那我顺便谈一下宏达店的一个营收 我们等一下再谈好了 对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辉哥就说了 对于宏达店来讲 真的是好棒的一个机会 只是大家会说苹果又不是笨蛋 我干嘛莫名其妙给你十年 我的专利让你用 然后还跟你和解 所以他打的算盘 我们待会要好好来探究 不过金玉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总算了 这个官司落幕 对宏达店来讲 当然是好消息 这个判了好久了 不过呢 其实这缠送 用这个两年用八个月这么久的时间 金玉姐带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事情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 好 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感谢小玉 帮我们整理的还蛮清楚的 我想这个事情 话说是在2010年 苹果首次控告宏达店 那我觉得好玩是什么 就是好玩的 因为在他的股价 等一下副总还要再谈股价 对不对 他从300块那时候起涨 300块那时候起涨 那当然在此之前 大家记不记得2009年 宏达店也是调价财测 那时候被打到200多块 已经破300块钱 然后隔年就2010年 他告宏达店开始 股价反而是涨 股价反而是涨 一路跟随他的营收 大家看到到了2011年 他是2011年的 大概在第三季 大概在9月这时候 单月营收创下新高 那他在上半年 也就是在去年的上半年 应该在4月份左右 股价创下历史新高到1300块钱 所以我们就说 他的股价其实是随着他的营收上去 可是奇怪 营收创新高了 股价却下去了 但这时候确实在这里 还有一些官司的问题 包括大家看到的 宏达店追加告这个苹果 还有大家记不记得那个S3专利 这个也是一样 两边就一直在为了专利这件事情 甚至于宏达店在 大家记不记得曾经 手机卡在海关 对不对 有一阵子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从去年开始 第三季之后的股价 开始一路下滑 所以这宏达店的股价 看起来并不是跟着官司走 对不对 我们讲诶 告被告 诶 股价好像没有影响 反而是怎么样 还是看着他的这个 本身基本面的一个状况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这次的事情就好玩 可是我们讲看今天的涨停 甚至有人传言说 上礼拜五的涨停 可能都因为这个官司 和解而起 所以这个好像起于利空 始于结束于利多 这个反而是大家觉得说 可能也许在股价上 要玩味的地方 对那靳于姐 我再继续问你 那我们看到了这一回 这个苹果那么选择和解 但其实如果继续打官司下去 它不见得会输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讲了 那奇怪咯 那苹果你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助手 那我们刚刚其实我们的 这个副总也特别提到 他说苹果有它的考量 他觉得我不需要打死你嘛 因为你虽然是个英雄 但你不至于威胁我 现在我要打的是三星 所以呢 maybe这个宏达店跟三星 你们同一个Android阵营 那你来打它会不会好一点 它会不会有这样的考量 库克八成念过三国志 哈哈哈哈 对这个 但我自己个人有些想法 就是说今天没有错 宏达店也有一些专利 是这个Apple没有的 那也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专利 领先的专利 它有一些部分领先的专利 其实苹果也想要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讲会企业会做一些 这个尤其是敌人 对敌人之间能够结盟 一定有原因 就是我们一定有各取 所缺的地方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竞争的部分 放开来 放在一边 对不对 立志先摆中间 那在有些某些部分上 专利部分 是不是我们能够互蒙其力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 朝这个方向去想 那再来另外一个方面 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去年 国家最高的时候 我后来 我想这是马后炮 我现在在讲 是因为我等于是事后 才去翻阅资料 我发现说 这个去年大股东 有持股有下降的一点倾向 在去年的高价 过一千块之后 那去年大家记得八百 我记得是今年吧 八百多块 好像实施过库藏股 所以但几次这个动作 让我觉得说 这个大股东 是不是有出托的动作 那苹果在库克 我记得大财策 换人就是说 他在那个内部高层主管 大换血之前 他们的大股东 也有在做一些申报转让 那两边 这些动作过后之后 股价都受到影响 股价都下去 那是不是这个和解动作 对苹果也有利 不管怎么说 他不无小补 虽然他不缺钱 大家就说 他不是为了钱 那这个对于苹果的股价 或对宏大股的股价 两边因为都大跌 苹果我们看到 大家从七百多块 这样跌下来 是不是对股价来说 双方也有护母齐利的 对对对 也有护母齐利的地方 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觉得大家这个案子 让我觉得 真的还可以值得研究下去 对所以呢 其实这个商场上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就是你可以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也可以变朋友 所以我们马上来看看 这宏大电有没有可能 在营运的数字上头 可以获得一些益助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从2007年 08年09年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前两年啦 这位型手机 宏大电正好的时候 这个数字的确是很漂亮的 不过来看看今年 今年前三季 我们看到税后的存益 是157.72亿元 不过呢 这个数字 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往上升 副总带我们看一下 好 宏大电营收基本上 11月份 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因为11月份有一个叫做 你圣诞节的一个出货的一个旺季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和解 刚好让它在美国的部分 可以刚好赶上圣诞节 对 这个比较属于销售的一个旺季 所以宏大电我们看这个图表上面 你会发现说 我认为它是11月份的营收 有可能突破200亿 但是12月份还会再下来 还会再下来 因为200亿是我刚才讲的 是因为Christmas 圣诞节 还有一个是Android跟 它的Window Phone的部分 刚好都在这个新的机种 刚好都出货 所以真正宏大电营收 我们看画面上这个图表 你会发现说 它就算回到200亿 跟去年的400亿刚好差一半 掉了一半以上 那什么时候回到400亿 明年第二季吧 大家都等着看说 那个时候会有 全球行动通讯大会 那是第一季 第一季 红达电已经预告说 它有推行机 会让大家耳目一新 第一季一定会推行机 然后第二季能不能有 真正的营收出来 就是在第二季 但是股价会领先反应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观察 什么时候回到400块 400块是怎么去看的 我继续谈一下好了 对 副总已经连续两天涨成一半 不是 我们上上礼拜来的时候 对 可以买 我还差一点跳骑马舞 对不对 我还怕你看不懂 对 会割出圈的 上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 你上上礼拜看到的 宏达电的月线 你今天现在看到的是 它的周线 周线其实它有初步落底的现象 这是一些技术的讯号 所谓的技术的讯号 它就是会比你的营收 看到的营收数字 获利的数字 能够提早 要不然我们每次都落后 是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 你说落底了 从现在200块到400块的过程里面 它会碰到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礼拜了 这礼拜马上会碰到的股价上的问题 就是它260块附近 是 你看到这个图卡上面也是一样 它的日线里面 会出现从325块到191块 拉上来的过程当中 不管什么和解不和解 什么利多 它会碰到一个筹码的 你看我框起来右边那个地方 有一个融资在增加 对不对 融资在增加 刚好回到260块这附近的时候 就会碰到融资的压力 是 所以400块这一条路 我们一直看下去吧 乐观看待到明年第二季 那这个中间过程当中 马上会碰到的是 它260块这个地方的一个 融资的筹码 是 然后我们再把它上一次 对不起我再把它讲完 因为这很重要 对 今天是11月12号 11月30号 到月底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宏达电的月K线 因为上一次 上上个礼拜我来的时候 我说 大家一定都看得懂的 就是它月K线的KD 什么时候往上交叉 是 那个时候 不管是什么200块300块 你看到这个讯号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 你都要去注意它 可是我讲过的时间点 可能在明年第二季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地方 它来来回回的点位 值得我们 大家继续看 自愈向前冲吧 有很多地方可以提醒大家的 对 那静云姐你怎么看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我们的辉哥 分析了很多这个宏达电 但是从一个市场面 如果从我们一个消费者的心情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宏达电 是不是接下来真的可以专心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 今天有很多的一些市场的报告都讲了 这个宏达电不得了了 你拿到苹果的技术 以后这个专利 你可以在研发新机的过程当中 不会有那么多顾虑了 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是不是 对 自愈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辉哥刚才提到说 他前两个礼拜来的时候 我们俩是同台的 对 那时候你问我们 我说宏达电可不可以买 然后辉哥举圈 但是我有加一个条件 对对对 好你有条件 你有单书 线行到了才可以 对对线行到 他刚才就说越KD 不过其实有一个短线的也有到 短线也有到 短线也有到 对那我为什么说举X 那时候当然我纯粹就是说 就基本面看 因为当时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他的财报 是他财报问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看 就是一个基本面 对不对 一个技术面 对 就是我们一般的投资者 或是消费者能够判定的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 我多带一点存疑 就是说我还是会质疑 说这家公司一个诚信问题 因为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是说王雪红董事长说 我要买红达电股票 这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 对王雪红有一点点小小失望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常说 他都说什么都交给上帝 那是不是股价也交给上帝 对 对不对 那可是你自己说 你要这个买红达电股票 那我相信在上帝之前 你应该也要保持你的诚信 可是你只买了一次 对 之后他说要买要买 一直都没有买 对 红达电股价就一直下去 到破200块钱 我相信所有投资人是失望的 那至于消费者 我就不要讲 因为他对新机也许更好用 但是至少在现在市面上 我觉得 我说实在为什么三星会卖比较好 你现在去做一个试调 大家都觉得想要考虑换手机 要换三星 所以他可能研发上 对 那是不是在之前 对 那当然他这次和解之后 能够拿到新的专利 会不会更好用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在两个礼拜之前 我为什么我举叉 就是说我站在消费者 或投资者立场 我当时是存疑的 对 好 那这个副总 赶快带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 宏达电相关的供应链 股价都起来了 那未来呢 有可能继续好下去吗 因为我刚才有谈到一个重点 宏达电营收11月份 可能是 第四季时 11、12 是11月份的营收最高 是 那这个订单什么时候追加的 不是今天和解以后才追加的 可能是前几个礼拜 它的供应链已经知道 它为什么在追加订单 是 所以其实很多的可能供应链 你的股价不是今天才涨 你像有些股票像位数 这种比较纯的 因为你现在这个画面上 可能媒体上报导的 整个供应链里面 你现在看到的它不纯 什么不纯 就是说有些有接Apple的 也有接宏达电的 甚至也有接三星的 所以真正比较纯的 它可能前几个礼拜 就已经开始在往上涨了 比如说这个位数跟那个琴雅等等 可是我今天想要谈一个 比较题外的东西 各位现在都比较关心 你如果关心供应链的一个股价的话 就是看宏达电就好了 那11月份的营收 什么时候会看到 12月10号 12月10号之前 你看到宏达电 11月份的营收 一定是比10月份多 但是到底是多到1900 还是200 还是210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到12月10号 你看到宏达电 11月份的营收的时候 包括宏达电本身 跟整个供应链 都要回头去看 我刚才谈到了一个筹码 的一个问题 对 那我今天想要谈一个 其实我们在谈电子股 你只谈宏达电 好像也不够全面 我想讲一个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因为会来看我们 至于像前冲 三立的财经台的投资朋友 SENSE有时候都蛮高的 你们可能可以多看一个东西 叫新台币 因为整个电子股的走势 台湾毕竟是出口的产业 这里面你如果 我注意看 最近的美元是往上升的 台币升得更厉害 台币今天早盘是升破29 美元升台币升 我们看图卡上一句话 就好了 美元升台币升得更快 那是谁在让台币升 因为美元升的过程 其实台币应该稍微贬 可是谁让台币在这个地方升 然后让有些人可以去换更多的美元 这个我们在前面上谈过 谁在这个地方去换成更多的美元 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台北股市 不是只有宏达电或者是供应链 而是整个电子股接下来的走势 对所以大家应该要好好的 从这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去看 这个台股的发展 不只是宏达电 不过呢我们回到这个王雪红董事长 我们刚刚已经我们的静宇姐说 你要买股票没买 不过呢这一回我们看到 之所以能够和解 不过其实王雪红董事长 做了好多的努力哦 他其实亲自他飞到美国去 跟苹果他们当地的人来谈和解 那么最终得到一个好消息 当然会说最近王雪红董事长 其实还蛮积极的 因为他前几天才去上海一个论坛 对不对他还说谁是老大 还不知道对不对 那时候当然还是很多的网友也好 股民也好 还是一面倒的在骂他说 股价跌成这个样子 那时候对不对 还是两百块上下这个沉浅 甚至大家觉得还会真的往一百靠近 对不对 就是你说这样的大话 其实表示说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胸有成竹 因为这个谈判是从九月份就开始了 那就我们了解 但没有错是库克跟周永明主谈 但是王雪红王董事长呢 他自己还是好几次的这个参与 所以他自己非常了解状况 所以难怪呢 我这个礼拜六11月10号 在蓝欣梅小姐的演唱会 刚好那个我经过那个上包厢的一个区块 刚好就碰到王董事长夫妻 你知道笑嘻嘻嘻嘻嘻嗨 真的很高兴 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晓得和解 对那时候因为礼拜五 我就说会不会是因为礼拜五 合约已经签一签 这个10号呢礼拜六对不对 高兴这个听完演唱会 11号对不对再来公开宣布 这时间也虽然是很小合 所以我就说难怪他笑得出来 而且那天就是我们的王雪红董事长 还舍舞直到站起来跳舞 一定的啦 拿着他的宏达电的手机一直在拍蓝欣梅 哎搞不好还有上传po对不对 那天好多人po这个上脸书 po好多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内容跟实况 那我自己觉得说说实在 我刚才跟副总开玩笑 说哎呀这个基本面技术面 可能都要放在一边 可能是大家如果有靠个电话线 如果我们能够跟王董事长能够热线的话 是不是可以早点知道消息 因为那天应该问一下 他在看蓝欣梅的时候 问一下我没有坐包厢区啦 我永远坐到那个三楼四楼 我坐很高的地方 我只能远远眺望他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刚才看到的股价一路的这个表现 就是他跟官司好像没什么关系 跟好像基本面好像也有点脱钩 那那他跟什么有关呢 我自己会觉得说 可能过去从微盛的案例 一直到宏达电 我刚才还是讲了说 一个大股东的诚信问题 因为大股东最能掌握 所有的实际的状况 那我们从上次的这个 他的法说公开的所谓财报 对不对 大家知道财报可能只剩盈利率1% 礼拜五发生的对不对 然后大家无法反应 然后礼拜一跌停 现在也是一样 礼拜天公布这个消息 今天你要强也来不及 跳空涨停 所以我想我对我们小股民来说 我们怎么跟大股东抗衡 我们永远是状况外 对那是不是大股东 在上个礼拜之前 已经有一些动作 因为我们看到股价是连班大涨 对 所以我希望能够政府单位啦 但我觉得只是希望啊 能够是不是能进一步调查 是 我还是觉得在这边 我怀疑一些诚信方面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宏达电 谈到王雪宏董事长 哇他率先知道和解的消息 虽然开心的去听了演唱会 不过呢当时我们这些小股民 都只能跟着听 但不晓得他在高兴些什么 好不过呢这个宏达电 到底接下来他的营运状况 会不会有所改善 他的市占率能不能提升 他的股价会继续的往上飙 重回这层层关卡 有没有可能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咯 休息一下 赶快回来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现在很多的学生都有 就学贷款 但是呢这笔贷款 到你出了社会之后 恐怕是好沉重的负担哦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 一位小资女孩哦 她是怎么样摆脱这些负担 现在可以存到她人生的 第一桶金第二桶金 怎么办到的 休息一下忙回来 小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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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